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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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天就要回新山了 今天早上我們要去吃老虎 炒虎條 這個就是老虎炒虎條 也是靠近壁化街這邊 然後你可以選無蛋、雞蛋跟雅蛋的 這邊還有炸五香、炸肉、炸豆腐、炸蝦餅 老虎炒果條 聽說是這邊有名的 這比昨天晚上那邊很好吃 它味道比較香 它的果條很滑 這是炸五香 這有炸豆腐、炸肉、蝦餅 來吃一下炸豆腐 這有點像客家炸豆腐 就是客家炸豆腐 這是炸豆腐 這個是鹹魚的 聽老闆講好,是鹹魚的 沒有吃過鹹魚的那些嗎?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差別 來,試一下,所以先吃 比較甜 它會有鹹魚味啦 鹹魚味不是很重 這個五香、鹹肉 不錯,它有一個炸魔鬼魚的 這個 昨天吃早餐的一個成都咖啡店 旁邊的一個賣糕點的店 中間是很甜 所以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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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味道會很油 身上是香菇 這一次是鹹魚的 外面是鹹魚的 外面甜 馬來膏 這馬來膏看起來給它發稿 不會很甜 這是椰塔 蛋塔就包蛋了,裡面包椰 還不錯,它的東西不會很甜 不過一個婆婆的店是沒有招牌的 你們要的話就是去看那個 成都茶餐是旁邊的 那間店就是那個婆婆的燒餅店 剛剛吃完早餐 因為我們早上吃的東西沒有很多 直接就先來吃午餐 上網看它的評分還不錯 所以就過來吃吃看 這邊八樣菜都是這裡的招牌 所以看著這個來點 這個是粗米粉的 豆酸的味道 這是蝦餅 包 很配包 第一口的時候小心點會被嗆到 很好吃 牛仔的冰淡辣 湯比較濃 不知道它這個是有鹽醬 這個是阿森辣煞茶 应该不会辣吧 看什么味道 酸甜酸甜 跟印象中的阿桑达萨是不一样的东西 很清爽 那很开胃 这是波波加加 他们初一食物都要吃冰城的特色 这个也不错 跟我们那边差不多 这个是 这个是 它闻起来味道就很像 就很像波罗蜜 跟波罗蜜是同种类的东西 还不错 有些人怕原味的话可能会怕原味 只属椰汁西棉 这个要淋上去 这个要淋上去 okok 这是椰奶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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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椰糖的人 不喜欢太甜的就不要放那么多椰糖 它这个芝薯的味道 它不是很重的 GOOD 这家lopsalicious不过 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吃看看 它的assamlopsa有牛鸭跟普通的 素食的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大家可以来那边猜看 餐餐 叫我们吃完午餐 然后来华泰土产的卖店 然后干嘛要买一些单纹饼之类的 拜耳其心 这个也是一个Grab司机介绍的 这边有卖很多当地的土产 像东哥阿里 然后鸡骨茶 还有卖一些外来品 有名的冰城白咖啡 大部分本地的土产 这边应该都买得到 我们来的就是买这个原味的蛋纹饼 蓝蓝叶的蛋纹饼 其实蛋纹饼应该就是豆沙饼 这边还有卖燕窝 买完了 这边买了140多块的土特产 然后主要都是豆沙饼 然后还有一些汤包阿 泡茶的一些酱阿 这边价钱OK啦 我们买了还有它有扣好像5%给我们了 而且这一家是当地的Grab司机推荐的 其他的牌子可能会价钱会比较贵 然后味道其实也差不多 大家可以来直接试试看 这间叫凌华泰土特产卖店 我们现在要去Upside Down Museum 就是沿岛博物馆 就在我们住的旅馆附近而已 就是这个Upside Down博物馆 就在我们住的旅馆尖店 UPSLINE到佛物园拍了一系列的照片 就刚刚的影片应该可以看得到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Gurney Plaza 昨天我们是去另外一个Pelagon Gurney 那个没有那么多人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东西 他们说这一间Gurney Plaza会比较好 等下我们看看有什么东西准备吃晚餐 我们来这边Food Mall吃完餐 我个人是蛮爱吃Food Mall的啦 因为价格是一个问题 然后也可以找到你想要吃的东西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 独生面 就在9点喝酒 我们来这家独独广式独生面 在评价上面看到还不错吃 重点是其实我会来这一家 我是背他这一个招牌的 阿嬷下面给你吃 真的有点惊悚啊 我现在看到店员里面都没有阿嬷 都是年轻人 所以就是一个学校 然后他们的独生面 就会用那个独子做在上面 然后压那个面 现场吃的面 就会用这种猪子来压 好多比 比 比 这个吃起来有点像滑 这个是肉风咖啡 就是那种咖啡店 融的咖啡 然后这个是虾骨草 骨糖 这个是云吞加水饺 原水合一 很会取名字 然后这个是香肝虾子面 这是汤的叉烧面 干的叉烧面 好压力 这个它就是云吞 特别大江 超杂贼的 超扎实的这个 干的超臭面 各种咖啡 这一家的价钱还蛮便宜的,我们三个人吃,可是虽然我们没有每个人叫一份,可是我们叫了很多它的那些小点心,面叫了三碗,还有两杯饮料,还有外带的九个老婆饼,然后价钱, 我们才69块2,算蛮便宜的,大家有来这一袋的话,可以过来这边吃吃看,好,现在要回饭店,准备打车去机场了,现在要登机,听个运气好,然后我们不用, 我们自己下了上下飞机的风桥 每个年车都要工作,好,吃就这么多的、三碗,再一次遇到JBR,这次很酷。 希望下次疫情可以快点过去就可以正式出国啦